打開衣櫃,數下每件衣服你穿過多少次? 她說你拿回去,新的沒有穿過 Samothy是二手物品交換平台的負責人之一 她說香港人要去除過度消費的樓閘 香港又很方便,很容易買到東西 可能下雨又隨便買遮瑕 其實每個人家裡很多遮瑕 尤其是女士,買衣服,購物 太簡單,香港太方便了 當時我們想叫別人不要亂買東西 不如試下接受二手的衣物 她於是跟兩個朋友成立換物平台 最初只是幾個女生交換衣服 但之後就發現不少人都有興趣 規模於是預繳越大 她說都遇過不少令她感動的事 每次搞活動都出心出力 每次搞活動都有很多熟悉面孔 每次都見到她 經常都見到她 然後你會發現她不是拿那麼多東西來 因為她已經沒有那麼多沒用的東西在家裡 我們現在很多幫助員 就是當時參加的活動 覺得很有意義而成為了我們的幫助員 我覺得這樣比說一句話更加鼓舞 每次搞活動都出心出力 她坦然都會覺得很累 但周從來都沒有想過放棄 收拾東西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們自己想做的事 又不是希望收拾東西養到我們 我覺得我做這件事 說對地球好好像很廢話 但事實上又沒有什麼壞處 又不是要向別人借錢做 那就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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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